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个欧际缝皮方向盘 造型工坊这个很专业 之后也会有影片跟大家分享 欧际的方向盘 姓美至香 我跟你说 这个是你在寻找的天然好香 所有的产品老板均严格把关 使用纯天然的原料制作 绝不添加任何化学香精添加剂 从头到尾都是台湾在地生产 哎 香呢 你咱们品贵那种香太阳了吗 香就是天然的最好 今天干爹还有什么 阿刷Dash不用说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的影片 已经有很多 几乎最近的半个月 一个月内的影片 我们室内有两个角度 一个是阿呆的角度过来 一个是GoPro的角度 另外 如果你看到有一个角度 是从这个右前方拍摄过来 我右边帅气的脸 我五十角的 左右我都OK 就是我们的阿刷Dash 侧面我也OK 阿嬷OK 都OK 右边这个像陈冠希这边 如果左边这边就是像这个刘德华这边 不敢 所以你不要误以为我们车内的镜头切换物源 换司机 换主持人 不是 好不好 不要怀疑都是我 不管哪个角度都是我 阿刷Dash这个行车记录器 也可以给我们参考看看 我们这个干爹也站着很久了 但是确实这个东西是这样 我们觉得不错 所以在室内 我们现在影片也一直都在用 我今天跟阿呆出去拍片也才用 行车记录器可以拿来当做我们的影片 你看看 那个画质应该是不错 结束了 耶 好 今天这个谢谢各位干爹 浑雪黑人香片这边讲 小师你买车最注重什么 舒适度加速度隔音外观二手架 我是中这个外观内装 跟这个隔音 隔音其实我也还蛮care的 可是如果他够可爱隔音没关系 这个就跟这个 娶老婆 交女朋友一样 够可爱都没有关系 就算是男生也没有关系 对不对 这么可爱一定是男孩子 有没有可能 有嘛 节流发跟喷油嘴 大概多久要清晰 这不一定耶 我认真 这不一定 这个要看你的路况 其实每个人不太一样 你如果都在喷油嘴要更快 或者是你藏加油站的油乱加 那正常而言 我觉得这不是需要很常清的东西 如果你照一般台北县市在用 偶尔塞塞车 高速这样跑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在大保养的时候 一次做就好了 你如果要龟毛一点 你就大概三万公里 做一次就好了 但是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D2事件会不会有机会开启台湾改装或赛事的大门 我是觉得讲到这个 其实我还蛮感慨的 我常常我会去看对岸很多车评的影片 刚好这次发生的事情跟对岸有关系 然后其实我看到对岸很多的车评 其实他们会有一般的那种是 可能郊区的那种小赛车场你知道吗 那他们可能可以去租借 那在小赛道里面他可以去测试这台车子 爱怎么试就怎么试嘛 那台湾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场地 蛮可惜 要不然就很远 大鹏湾 利宝 其实都蛮远 离我们蛮远 当然离别人比较近 那你以大部分的汽车媒体都在台北来讲 其实真的蛮远的 所以我有时候都很羡慕对岸 他们除了说 他们的车子的资源很丰富 因为他们自己有很多车厂 车子也很多样性 也很大很高 然后他们每次要去试一台车 都有这样子一个合规的场地可以去租借 我觉得这很棒 而且我觉得说其实他不用很大 对不对 你就给我稍微 弯几个弯这样一圈 我自己认为啦 不用很大就像零四的赛道 你说真的需要很长也没有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民间企业 有没有办法去做要不然我真的觉得说不知道有没有 你例如说我举个例啦 我是不知道这我不懂我是门外汉 你例如说现在这个D2的董事长 对不对他这么有钱这么多车 那他是不是能够买一块地 然后去把它做成一个简单的赛道 来租给这一些有兴趣的群众也好 或车评要试车也好 汽车发表会也好 对不对 然后这个常态性的来举办一些这种零四 或是零到一百也好随便 我不知道法规啦 我不知道这个私人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比如说干 对不对 哪天我有一个粉丝 对不对 参加我 家的地好像大而已 不知道要做什么 比如说 对不对自己一个地弄起来 那当然周遭 不要有这个住宅 那当然另外一回事 我只是不知道说 这样子的想法有没有办法达成 对啊 要不然我真的觉得 一大堆人就在讲说 这个只准卖改装品 不准改上去 还是什么什么 很多人在讲 其实台湾的汽车产业算是蛮重勃的 大家都在外销啦 放外国的钱 台湾市场是很小没有错 可是我们的根是在这边 对不对 台湾的改装品 我最近在找菲亚特的零件 500的零件 我去看美国 我去看日本 你知道吗 我找到的 他都写地宝 DEPO 我在日本他写地宝字 他们还 在日本地宝的登据是可以被他们打到他们的卖这个零件的标题上面 写说这个是台湾精品 什么大厂地宝 你知道我不知道是我没有门路还怎样 我在台湾的网站上 我找不到地宝的菲亚特大灯 你看多苦呢 我人在台湾 地宝在台湾 我要买一个菲亚特的500的头灯 只有日本有 美国有 台湾的拍卖网我找不到 或者是买的人太少了 没有人愿意贩卖 我也搞不太清楚 对啊 台湾的轮圈也很厉害啊 避震器也是啊 很多啦 真的啦 我真的觉得台湾的车子包括其实台湾的音响改装之前也是蛮蓬勃的啊 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汽车产业还不错 你看之前有一个那个我还上次还看到不知道YouTube的新闻在报嘛 台湾有一间专门在做老车板金的有没有 那也做得很出名啊 国外都要来买呢 我之前就就讲过啦 就是其实台湾因为一个小岛啦 人也少啦 所以汽车产业坦白说啦 有一点难发展啦 你说真的要像国外啊 包括南韩啊 包括日本啊 他们有自己一个很棒的汽车产业 或者是这个周边 我觉得说实在的也是蛮辛苦的 本来就是这样嘛 好不 今天就是我们把这个规格 拉到这个 好像是这个大陆跟台湾的比赛的感觉 不过我是觉得看看就好了 也没那么严重啦 也不是真的是什么大陆跟台湾的对决那么严重 对啊 反正就是一个大家看一下 可以从当中思考到一些事情 这样子而已 车子拿去车商借贷80万 每个月他都支出 导致没有办法准时还款 车商又不想走法律图印之后 先还前面几期 还清了这车子也没有用 有没有办法把车子的价值先折底再还圣语 可以啊 你就跟他讲啊 你说你去车商借啊 你看我这台车存多少啊 靠靠的又差多少就处理了 这个跟很多在当铺借钱的一样啦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处理过当铺借钱 然后就是他一样啊 他卖我们车假设是这个60万 当铺还剩30 那我们就先帮他去把当铺的还清 设定解除掉 行照钥匙拿回来 对不对 那回来之后他卖60 那我半一半晚剩下30给他 那其实一样啊 一样的意思啊 就可以处理了啊 13年的Cady18跑18卖35OK吗 我不知道呢 没有看到东西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这个顺便借由这个的问题 我再跟大家回答一下 我还是常会遇到一些 给我一个车型跟公里数 说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看过东西原来贬的 也许我可以告诉你大概的行情 但是基本上没有看到东西 我真的没办法讲 甚至有一些就会问我说 那这能不能买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买 对不对 搞不好卖你的人很好 但车子很烂 也不能买 我都没有看到人没看到车 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 而且我坦白说我也没有 我认为没有必要回答啦 因为是这样嘛 你看哦 我如果跟你讲说可以买 结果你去买出问题 你还不要怪小师 你虽然不怪小师 小师是觉得我好像害了你 你知道吗 莫名其妙多个业障 那我跟你讲不能买 传出去 我不是要通行 干净死 看人家现在小师 看到一个 二分车款 基礼数 就可以说会买会买力 我挡到人家财路 我从头到尾 真的没有好处 所以我觉得这种 去看别人的车 你不跟我买就参与了 那不够快 我们没缘 没有缘分 没有办法结缘 真的没有关系 但是问我这个问题 我真的觉得 回答也不是 不回答也不是 我如果说可以买 可以买快去买 赶快买 拜托赶快费钱给他 你会怕吗 你也是怕 对吧 所以应该不能这样看 不能这样看 这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还有的就是 比如说 问我一台车的价格 那我跟你讲 这个车市场 大概车商流通 大约在30万左右 我跟你讲 我把我车子的商都拍给你 那请问这样多少 那我是认为这样 我如果只看那些商 我就可以知道价格的话 那我真的不用派服务人员 出去估车 因为没有现场看到的东西都假 而且我们看的东西 跟你自己看的东西 其实不一样 有的对自己车很有信心 他说 我跟你讲 我的车就这几个商 我都拍给你看了 然后这个引擎 我跟你讲定期都要原厂照顾 没问题 没问题 对不对 我都在载小朋友什么什么 就一拍我说 你说那正常的年份到了 我觉得这样很自然 对啊 我知道你可能你觉得 有点裂开很自然 但是我们的标准 那个就是要扣钱 因为下一个来买的人 他会嫌我椅子裂开 他绝对不会说 陈大哥来啊 陈大哥你好 看一下这台车 这个20年的老车 一打开 你这破衣哪里 不是陈大哥 这个20年的车 对不对 跟人一样嘛 你看我40几岁 我笑起来有鱼尾文 这蜜也有鱼尾文 这很正常的 对不对 这20年了 就等同于 以人类换算起来来讲 对不对 也差不多60岁了 有一点点斑驳 以制有点斑驳 是正常合理 而且我跟你讲 反而他很心才奇怪嘛 哎 你想想看 你走到路上 你看到一个60岁的大姐 连都没鱼尾文 对不对 身材还好 脚又有 长发大波浪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怎么可能 对不对 但是陈大哥 他并不会 接受这种想法 不行 我要买的东西 我就是感觉 要漂亮 我差不多20年 好 有什么逼去 对不对 不行嘛 不用道歉 我不是在说你 这个是我常常遇到的事情 所以你不用自责 因为这个 我是顺便跟大家分享 宣导一下 不是在讲你 因为真的是这个 车子 一台车子 一台车子 看到的地方 真的非常多 就像我刚刚讲 那样的消费者 对不对 也许 我到现场一看车 哎呀 你这个门 螺丝都转过 板件有换过啊 我跟你讲 这很多都是比价 我真的很不想 检讨消费者 可是我认真讲 他一定给人家估过 然后我跟他报一个价格 比他给人家估的还高嘛 因为我给他报一个上限嘛 所以呢 他就很急着说 如果我在这个讯息里面 我可以给他一个确定的金额 他可以去跟别人 小师跟我说这台车多少钱 多少钱 对不对 他请别人加价钱 他从来到来 他也搞不好也没有卖给我 他想要确定一个 很确定的价格 可是问题是我没有看到东西 我没有办法给你价格 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价格 所以很多东西 你要让我现场看到 我们的眼光 跟你的眼光真的不一样 所以买卖这个东西 双方要 我要看到东西嘛 那很多人都会想要说 我没看到 我已经跟你讲很清楚了 我照片都拍给你了 我保修记录工单都传给你了 你要给我一个正确的价格 讲难听一点 如果真的可以 我给你一个价格 我们在远端也没办法签约 也没办法成交 那没办法成交的状况之下 我为什么要跟你出价 就像我常讲 你出价就是要跟人家买了嘛 你去那个亚奇亚 我看到这个手机壳很漂亮 老板 你这个手机壳 怎么买 老板说 那个手机壳要 这个800块 老板 这300块可以吗 不要贪了 这看起来 这淘宝都有你买 对吧 300块而已啊 对吧 不是啦 不是这个客人啊 我跟你讲 这个我们这个小本经营 这800块 我们也是赚 赚一点点而已 要电租什么 300块不买啊 好不 300块可以吗 好不然 好了好了 今天还没开市 对不对 手机壳 300块就卖给你 今天夜市来的 第一个客人 300块卖你 我这样 300块可以吗 好我回来扣一下 我命再来 我可以 我命再来 你就走了 他怎么没给你打市 那全部的坎上都叫出来 给你卖的 我跟你说 他那个妈的夜市 夜市管理委员会 就广播了 有这个保兵人的 刚刚穿黑衣的 帝了一个帽子 来跟家伙子 没买 说要回扣 是在争效的 所以你没 你看连这种见面 出价你不买 那就会被人家围了 更何况我们没有见到面 靠几张照片 靠几个讯息 就要完成一个几十万的交易 我觉得这是比较没有机会 我们在这一行那么久了 其实我说实在的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说 很多二手车的话术 或是什么这个 一些技巧 代表什么 我知道嘛 只是我没有对消费者使用嘛 对不对 但是我当然知道 你是要去比价嘛 那我何必 我要出个价钱给你比勒 所以外面车行最喜欢问一件事 你有没有估过 你会说有嘛 对不对 下一句车行就说 他有看过车了吗 为什么 每个车行都会问这句话 因为每间车行都知道 在东西还没有看过之前的价钱都假的 好吧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正不正确啦 只是觉得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种隔空的东西 当然人家说嘛 见面三分情 现在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有时候因为现在这个素食的社会 资讯发达资讯爆炸 很多的这个业务的洽询 你像比如说这个有公司 要来请我们业配啊 当我们干爹什么的 对不对 那是不是 大家没见过面 也都是透过网路在那边沟通 你们报价多少钱 什么什么在那边沟通 那事实上其实我觉得很多产业 还是坚持是这个 一定要让客人看得到东西 摸到东西 反而这个产业 你说现在还有没有 有而且很蓬勃 你知道 很多菜市场 买三 其实很贪 就是传统的这种销售 对不对 那种这个婆婆妈妈的市场 也是很大 Focus震ST问题会不会很多 那车还蛮新的 所以目前还没有 听到有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数量真的不多 而且我记得 2020年开始才有的 所以真的时间上 比较短 所以还没有听到 什么太严重的问题 我跟你讲 其实车都是这样 通常当然有一些车 比较例外 可能很前期 有少数就会有一些灾情 那但是其实大部分 你要看普遍的车的问题 多不多 小毛病或通病 你真的一定要一段时间 因为通病这种东西 不是很 极少数会在新的时候出现 外汇车保固险有什么风险 车伤倒了怎么办 保固险跟车伤没关系 保固险就是已经 由保险公司来帮你承担 后续的保固的责任 那跟车伤没有关系 车伤就算倒了也没有关系 小师有想过助手回复 我们现在是助手回复的 基本上沽车以外大多数都是 除非有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 我可能就晚上回去会回 那要不然大部分 如果只是一些简单的问流程 问这个我们卖的车的价格 或者是问要准备一些什么资料 或者是想要预约等等 都是在上班时间 统一由小编来回复 那我就回一些小编没办法回的 比较专业的部分 他可能要问什么车有什么通病 那也有人拍个方向盘 他传给我 小师哥 几分几秒那边有个声音 请问一下 你觉得那个会是什么问题 我这样讲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我很大头正 可是我认真觉得说 你觉得车子哪里有声音 你就可能要开去修理厂检查 是比较快的 真的啦 因为我看一个影片听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那个 你传个讯息给医生 然后给医生听你心跳的声音 不懂不懂不懂 医生我一直觉得我心怪怪的 请问一下 医生你觉得可能会是什么问题 你不去看医生吗 没有啦我真的是真的觉得啦 就是有病就要医嘛 那车子有病也要医嘛 人也一样 对不对 有病看医生 对不对 那车子也是有病 就要去看车子的医生 然后实际实测去抓 因为可能一种声音有七七四十九种可能 那当然有时候我觉得 他的问题是比较简单的 我就跟他讲那你可能要去检查 比如说上次有一个问我说 他的车开一开 说不顺转速拉不起来 怎样怎样 我说你这个听起来就是 一个是点火一个是气油棒 然后他之后 谢谢小师哥 我今天去修好了 真的是小师哥说的这个点火 考耳的部分 好那我就觉得 当我很开心啦 我回答你说可能是点火 或气油棒 那你最后出来说 小师哥你好神 我这样跟你简单叙述 你就跟我讲 真的是你讲的考耳 那我就问 你迟早还不是得去修理厂 修吗 那我就想那你当初问我 你横数 不是横数法师 你到最后你还是得去修理厂 修理车子啊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 就去让修理厂抓问题就好了 因为我也只能跟你讲 可能是哪里 我不知道啊 他是想要抓预算吗 还是他仰慕我 想跟我讲话 我不晓得 我坦白说 我常常漏讯息 在这边也要跟一些这个 有在粉丝业被我漏讯息的 粉丝朋友观众朋友道个歉 因为我每天类似这样的问题 真的太多了 有的要问车的价钱 有的也有很多 只是想跟你分享 他的用车感觉 有的是跟你讲 他很欣赏你拍的影片 然后有的是真的要问车 卖车的 要买车的 要干嘛 每天的讯息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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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雪片般飞来 真的会漏掉啦 我认真讲 我一定也是会漏 还是要跟大家这个有漏掉 有的漏掉会很生气啊 我赶紧私讯三次 你现在公司是很丑的 很大间的 会一定会有这种人 那我们很抱歉啊 因为我们身为服务业 不能漏掉客人的讯息啊 不管怎样我们一定是错吧 没有什么好辩解挣扎的 没有回到我们漏掉 就对不起我们漏掉 真的对不起 但是我是觉得说 希望没有耽误到你啦 因为也有很多更棒的车行 如果真的你觉得被小师忽视到了 但是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很秋 这秋的大头正 有的没的 很大间的 看你的车没啦 不是很多人他会有 一个小剧场 尤其像阿呆那种双鱼做的嘛 他会有很多小剧场 干那小师 我跟他私讯三次都没回 怎样是我的车 很便宜不屑 还是说 现在大间啊 对吧 做大啊 有名啊 出名啊 不是冠军没出名啊 春风少年兄啊 大头正啊 秋啊 我们这 车 纯一二十万 没什么想要给我们虚拦 还是说 我没加入会员频道 是不是 我怎么没定期收看 看人们没 怎么怎么 小故事很多 那殊不知 我可能只是 讯息太多漏掉了 我没有在辩解哦 身为服务业 没有回到客人问题就是错 没什么好讲 就跟老婆一样 对不对 老婆会错吗 不可能嘛 一定是我们错嘛 就跟这个一样 服务业的道理一样嘛 你跟你老婆在玩假的时候 到最后 你快讲赢了 你已经快讲赢了哦 老婆 放大绝 大绝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现在跟我讲话那么大声就对了 你在大声什么 你现在跟我大声什么 我跟你讲 这句话能让女人 从劣势转为优势 我在线上虽然我们女粉很少 我就在这边 教导所有的女孩子 当你在一句来一句去的时候 你觉得你开始处于劣势了 你就说你现在就是要大声就对了 你那么大声干什么 干他你有知识啊 KUKA TTCI可以入手吗 我坦白讲 我福特的柴油车 跟马次达柴油车 我真的蛮少卖的 我也不太收 因为我 不是说它不好 我真的觉得 对我来说 我觉得那个 我是比较偏向有汽油卖汽油 尽量不要卖柴油 不是说它车不好 就是习惯性问题 把事情单纯化而已 没有啦 因为柴油车 柴油车我觉得会越来越少啦 我认真讲 柴油车会越来越少 你真的不是很需要那个扭力 或者是现在 当然货车没办法 我以轿车来讲 我觉得柴油车会越来越少 那我一直在觉得说 那个就是一个过渡期 汽油跟 油电电动车中间一个过渡期 那我觉得它越来越少 状况之下 我们当然开的越后面 我们会越来越变孤儿 这几天问M3的问题 感谢回复 没有啦 没有回复到什么啦 M3 顺便这个讲一下 M3就是他有问我说 因为他一个M3好像 后面稍微撞到 所以他觉得他的那个车台 146M3 那稍微糟糕了 那他在询问说 请教说 小资哥这个我是不是去找一个 比如说318320 146的车台 全部东西移植过去 那我是建议他不要这样做 因为M3的价值 其实不是只有在引擎变速箱 内装 还有他的整个车架 铝合金 跟他的底盘 的设计 甚至他那个整个车身设计 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用了一个 146的不管你三多少的车台来 因为我之前影片跟大家分享过嘛 基本上底盘的东西不一样 连后备胎做双出尾款 那个地方也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样移植不好 方而我比较建议方法 一个就是把它校正好 台湾的老师傅 一定有这样的实力 能够帮你把车校正值了以后 还可以帮你加强 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整理修车的技术还是有的 水准还是有的 然后我真的觉得说 一个就是你想办法把它修好了 那再一个就是你再去找一台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嘛 比如说日规 因为日本的有一些车比较便宜啊 或者是去找一些已经可能已经 报废掉的车台来直接移植 要一样是M3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才能够保有它的价值性 因为现在M3 你2001年左右的M3 你随便也还要70万总要吧 所以这个就可以让你去评估说 把它修复用的方式 那我认为说你如果保持它的完整性 比较能够保值啊 除非你换一个车台 318320就想说我开开开烂掉 我就报废 那另当别论 要不然我是建议还是要用M3的下去处理 小诗哥对中古车的委托计卖怎么看 好来来来我顺便讲一下好不好 有一个我在PD看到的啦 他说什么代标车啦 他说这个是什么什么 谁谁谁的拜把兄弟 又可以介绍信任的中古车商 要帮我们代标车啦 然后说这个代标车要先给3万的压标金 2万的红包啦 先给喔 你什么小还没看到先给他5万喔 那他才会刚开始跟你标啦 然后就标了一台2021年的FIT 就跟我那台一样啊 4000多公里原厂展示车啦 说展示车应该是四成车啦 因为4000多公里 像我那台应该也是四成的啦 因为展示车比较不会有这么高的里程啦 几率啦几率上是这样啦 但FIT我知道他一开始车少的时候他有 他也有展示车兼四成车 你知道吗 我上次去那个就有这样的状况 展示车兼四成车的状况也是有 因为他刚开始上市的车子嘛 然后这个就帮他标了这台车啦 反正他说从头到尾 他们就是都什么状况都不知道 就帮他标来了 然后标来之后帮他办车贷利率6% 后来他们自己办是2.64% 他们是办信贷 他说那个介绍的车行说要帮他办车贷 就是算一算是6% 他们就不给他办自己办信贷就2.64% 那基本上 好啦我也不讲这个6%是 其实有点高啦 其实有点高啦 你如果车贷像他这么新的车2021年的 我之前在讲一定都在3%以内的啦 一定都在3%以内的啦 然后就弄好之后呢 最后呢 交给他的尾款是66万3000元 66万3000加一开始给他5万 等于他这台车买71万多 2021年的FIT跑4000多公里 那我这台卖太便宜了 然后他说他是不是被骗了 Minasan 他是被骗了吗 这跟大家分享啦 就是一个 我去看到很值得分享一件事情 其实 我进来发现 有一些 我在因为我常在看拍卖 那我发现有一些车 得标的金额是搞得很夸张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去看这个 因为车商是这样 车虽然涨价 但是其实是有限度的 他不可能 涨到很夸张 然后我近期啊 常常在看 看这个拍卖场 我发现有一些车 他最后得标的金额啊 他已经比 车商在卖还要高了 那我就一直在想 那都很有可能是代标标的 因为 代标有一个状况就是 有些代标业者 他好像是 抽得标金额的几% 所以代表说 他就变成他不会帮你控制 出价的金额 因为越高他抽越多嘛 然后你虽然你可能有给他一个订 比如说你说超过70万我就不要了 但是他还是一定会想办法把你轻到那个价钱 而且你70万这个定价 其实是在事前协调出来的 比如说你想要买像这个一样 你想要买了21年新款的 汽油fit 你跟他讲说 那好 那我要买这台你帮我在 60万以内你都可以帮我出价 那他就会跟你说 没啦 我跟你说 不是啦 我这代表我不是这样处理的 我跟你说 你是去哪里 2021新款的 FIT 那新车74万贵 人家 60万 哪表得对啦 哈 没有啦 我跟你说 这最没有 要70了 可能不要说70了 你最没有 678万 我来跟你处理看看 还不一定表得对 你知道吗 你这60万表得对 他事前就跟你协调了 对不对 他先拉你 先把你价格拉到你要的价格 这很像什么你知道吗 你们如果假设你们有去买过房子 你要跟房仲 请他斡旋 他开1280万 你跟他说1000万 房仲会先跟你讲 房仲 房仲会比较 人都穿西装的嘛 不是这个 陈仙不好意思 这个因为 1000万可能比较不可能 因为上个礼拜 有人出 1100 车主连讲 屋主连讲 谈都不愿意谈了 因为屋主他不是缺钱 卖这个房子 他是因为说这个 他觉得现在疫情严重 台湾越来越严重 他想要移民 移民到美国去 看可不可以打个这个 4针5针6针7针8针的疫苗 所以这个是这样 你不要说1100 1280万 如果1200我来帮你这个 跟屋主 斡旋协调看看 这样子 房仲会先站在第1个房线 先把你的价格拉起来 所以我刚刚讲 你去代表你一定会给他一个金额 高过这个金额你就 不再出价不买了嘛 但是 他 一定会先做一个动作 如果在事前先想办法把价钱拉高 这样他才好办事 好啊 房子1280 你真的 这样子 好吧 那你出1200帮我们谈看看 你就中了嘛 然后他去跟屋主讲 不好意思 这个 林仙 我今天带看了一组 客人蛮有诚意的 两个是小夫妻 人也很单纯 他说这个 他也对你的房子 非常占欲有加 他们也看了很多间房子了 他们也蛮喜欢你这一间的 可是他们另外 其实还有2000在考虑 他觉得他是在觉得说 我们这边离捷运站有点小 远了 他另外两间其实是在那个什么路 离捷运站稍微近一点点 但是他是觉得说 这个房子的格局 跟采光他蛮喜欢的 所以他 出了一个价格 这个让林仙人参考一下 买方 希望看能不能在1000万左右 这样 一边先拉高 一边先降低 再来瞧 代表我有努力 有主说1000万不用说 1000万 不然这个林仙你觉得多少钱可以卖 那个最少也要1200吧 1200 有点困难 不然我来努力看看好了 努力看看 这样就好处理 这样好办事 双面处理 所以你说那个代表 先前 你们在研究这个行情的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把 有把握的金额 订出来 所以他一定会按得很接近 所以 我最近在观察 拍卖场的一些价格 其实真的很多超出车行的 车行在买的价格 我认真讲 我看到了好几个 类似这样的状况 但有时候我都觉得 这个消费者自己要稍微 注意一下 因为台湾有几个那种 广告的那种 字眼 是比较特别 能够引发 触动消费者 想要购买的 这个情绪的 对不对 例如我们常讲的 一手女用车 空姐的车 还香香的 或者这个单纯 公务人员 对不对 卖房子有很多 法拍屋 有的没有的 想要出国移民所以才卖房子 很多 关键字啊 他绝对不会说这三宝用车 不可能嘛 不可能去讲不好的嘛 所以代标 听起来就很便宜 要不然为什么叫跳楼大拍卖 代标会不会找两个人自己跟自己标标很高 这个是 不太有机会啦 不太有机会啦 以前有听过 现在我不知道 有没有 不能乱讲 等一下我又被同行那个 那我讲到这边 刚刚恩琪有说季卖的 不好意思 谢谢你把我拉回来 我刚为了讲季卖讲到这边去 因为我今天刚好有准备要讲代表这个事情 季卖是这样 以前有一些车行其实他有这个季卖的一个机制在 我以前在上班的每一间这场其实都有 那通常这个季卖就是什么 我们收的价格跟车主要卖的价格 谈不拢嘛 但是车主又很相信我们的状况之下呢 他可能会说小师哥你估50啦 我想卖55 那不然这样啦 我就寄给你卖55 千个寄卖合约 比如说给你这个 专人约 卖一个月 55万 但是我 我觉得 寄卖这个东西我 后来我不做的原因有几个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 寄卖对消费者是好事嘛 因为他 可能也许等个一个月的时间内 他可以卖到他希望的一个好价 但是站在 我 跟消费者的立场都是不好的 为什么 站在我的立场 我的利润更少 甚至我必须卖更贵 合理吧 因为你 已经把 价格 砍在那边 也许这台车我原本有比如说10万的利润 但是已经5万被砍掉了 那我剩下这5万 的利润薄就算了 那我能够帮消费者做的事也很有限了 这5万里面要包含所有的管销费用 还要帮客人整理东西 因为你55万寄在这边 你是 现况车 你什么都没做 我如果要帮你帮下一个人换一些耗材 换一些油 什么 我根本就没有利润 对不对 好那我如果真的要做 那价钱又跌上去消费者买更贵 没错吧 所以 这个我觉得 做这件事情只有对卖方有利而已 这个对消费下一手 对于我 都没有这个 没有太大好处 那以前为什么会有 既然没有好处 为什么以前的车行很多都会接受 计卖 你知道为什么 很简单啊 反正我不用压本 你来我就放 我就放着 我会不认真卖 没有我就把价钱跌上去 第一个 以前的车行本来他们本来 就比较少在 整理一些比较耗材类的东西 好他们了不起就是 我没事故啊 没泡水啊 我可以第三方认证 没有事故泡水啊 消费者都被带到一个 第三方认证 那因为以前卖车就是没事故 我卖的车没事故没泡水没调表 我就是好车商 那现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小车替车 提升的 或许是 因为资讯发达而提升 整个消费者的一个素质 认知 大家现在 进而要求是 我除了没有事故没有泡水没有调表以外 我还希望你帮我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先前把某些东西整理好 帮我把大保长做好 等等 以前可以这样做 因为以前不用做那么多事情 那第二个 本不是我带的 没关系啊 你要55 我就再加5万上去我就开65 我本来收50的时候我开60万卖 我没差 反正我跟你讲 有人来买我赚到 那没有人来买 没差放一个月 不好意思 陈仙 你这个55万 没有人看啦 太贵啦 他跟你耗啊 耗到最后陈仙没耐心了 缺钱用 觉得放着放着 好啦你说收50 不然50卖你好了 磨一下这个卖方的耐心嘛 没差就放了 你要放三个月放半年我没差 我就放在那边让你掉价 对不对没人来看 觉得65万太贵 没人来看 我就放到你掉价 你自然而然你就要料 现在你放了三个月 不是啦 我记在那边 55万怎么 记半年了 都没有人来买 开心 贵啦 你看 你买55万 假债冬粗50万 我没给你买 我当初如果50万跟你买 我放到现在还卖不掉 我放半年 对吧 你买差那5万 我现在 不然 也放半年了 不然直接卖给你们好不好 没了 现在没了 半年了 现在50万我没了 50万放了 没人要买 对呀 现在剩多少 现在纯45万 好了好了 45万 他磨消费者的耐心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季卖的一个状况 店内几千公里的车 是什么原因出售 很多啦 那个有的是展示车 试程车 那也遇过 蛮多是买了后悔的 太小台 等等的原因超多 我讲这原因很多 有的买了以后分手了 这是真的也有的 甚至在疫情期间也很 遇到很多 真的是忽然没工作了 他买的时候以为他还有工作 但是他交车的时候 工作没 真的很多啦 真的很多 原因白白种 我是觉得说 其实有时候我在最后跟大家分享 真的你要买二手车 你不要去想他的过去 我们只要确定 这台车 他没有事故 没有泡水 没有调表 车控是正常 原厂保养 基本上 其实他开 700公里 卖掉真的 不要想太多 原因真的太多了 时间差不多了 时间差不多了 今天时间过快 好了 谢谢大家 今天的陪伴 拜拜 大家晚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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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